出发之前我们检查一下车框 小兄弟在吃饭 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他在我叫了个外卖来吃 检查一下车框 现在在朋友的店里面 把车辆检查了一片 然后把前后轮胎掉了一个锅 因为他这个车子的话几年了 前后轮胎我跟他道了一下 因为前面模型比较严重 他是前轮的后面没有什么磨损 还有就是防冻也不给我加了防冻也补了点机油 检查了一片 然后就是他的碳罐已经跑掉了 碳罐跑掉的话 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时间去跟他换了 只有想办法跟他捆起来 然后不加那么多油就行了 碳罐已经挂掉了 准备出发了 他们办完突然手续 我去接他们就准备走了 还有一个他的我们的师傅 我跟他打了电话 就是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傅 我接上去看一下他们 因为他在文成公主那边 好了我准备出发了 这是朋友的修理店里面 我把轮胎跟他前后调了一下 防冻也补上机油补上 准备出发 再去接他师傅 也是我的师傅 他师傅知道了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我跟他打电话 他没有跟他打 我跟他打电话 他们要过去看一下 好吧出发了 刚刚检查完车辆 然后我跟他联系了 然后医院里面还有一瓶叶 没有输完 就在这路边上等一个 等他师傅 也是我的师傅 他在这拉杀 就在这个文成公主这边 按公里上工作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他一下 他要过去看一下 我就在这里等他吧 到了一起去医院看一下 我们那边 住完一些的话 我们就要准备出发 看来今天要到晚上 才走得掉了 刚刚打电话 还有半瓶也没有输完 因为这个住院部里面 没有核酸检测报告 是不能进去的 所以可能还要等一会儿 才能够 才能够出院 才能够出发 刚刚的话 也有几个朋友来看他 我们只能在楼下聊聊天 然后我们师傅也来了 就是他的师傅 跟我的师傅 以前做水电的 也在这里 他父亲在这楼下 那我们全部在外面 只有我那个朋友 他有核酸检测 在楼上陪他妈妈 等于说夜市完了 就下来上车 回内地了 好吧 朋友们 在路上有时间 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情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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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